糟糕 不要变脸 不要瞪人 不要骂人 变脸 瞪人 骂人 然后你就不要再搞事 没人缘 没福报 那你怎么做菩萨 做菩萨要庄严 阿弥陀佛庄不庄严 观音菩萨庄不庄严 太庄严 这种庄严让你没有欲望 生起一种敬仰 学习 那各位一定要做决定 你不想做决定 谁也不帮你 没办法帮你做决定 所以说你自己要跪在佛前 我某人从今天开始直至成佛 任何境界 我都不起瞠惠心 如果我起瞠惠心 想要害对方 我就下地狱 你要发愿 你说唉呦 我不敢 那不行 虽然你起了三分钟的瞠惠心 你马上忏悔 那还有机会 因为你发愿了不代表你做得到 但是你随时会反省 你不小心骂人 对不起我刚刚错了 虽然你再怎么错 我骂你我就错 你懂得吗 我生气我就错 因为是我错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赶快转念 我知道我生气了 我赶快离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回来 因为我不能生气 那不知道我怎么度对方 所以各位这三条很重要 行菩萨道 你会有人天福报 你还可以断除贪嗔痴 因为你还可以度众生 那你会很有力量 念一下 以布施消除千贪 以慈戒消除毁犯 毁谤对方 伤害对方 以忍辱消除称惠 这个要实修 大家都会背 哪一个不会背 但是你要真的去做 那各位以后你去拜师父 修行一定要拜师父 没有师父呢 就会比较痛苦 我觉得马来西亚师父太少 师父太少 那你来做师父 大家帮忙 但是在还没有找到最好的师父 那各位要多看经典 经典很多了 没问题 先看经典 守戒律 那你就会碰到很好的因缘 当然很多师父住了很远 像我亲近噶马巴 印度 我每次去印度都拉肚子都发烧 那偶尔还很怕去 但是我偶尔还是要去 那现在有网路 上师在说法 直播网路 太好了 还有人翻译好好的 当然我太多的师父 南传的师父也有 我在缅甸有师父 所以我在泰国也有师父 那这样要每个地方的善知识 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好 第四个 以精进消除懈怠 所以各位不能懒惰 不能说算了休息一下 不想修了 虽然你身体累了 心里不能累 心里还是要保持在修的阶段 空性啊 悲心啊 不离菩提心啊 你不能心里说放假一下 我记得我刚出家 还有一位出家人说 约我去法国干嘛 蝙蝠买好了 我们去法国度假一下 出家好累喔 他要我去度假一下 他是一位硕士 女生才会要我去度假 男生又不是同性 他要我去度假 我那时候天荒夜谭 有这种事喔 蝙蝠准备好了 假法 我们去法国度假 回来再继续奥弥陀佛 那代表他累了 我看他可以还属了 他累了 但是他又不想还属 后来我跟你讲 你可以还属了 他还骂我 所以各位精进就是 我永远要解脱 我永远要成佛 再怎么痛苦 我都觉得病得要死也是我精进的助缘 对不对 没有这个病 我怎么精进修处理心修悲心呢 所以各位精进不要懒惰 再来 禅定度散乱 那各位要专心 像各位 像我在讲课就是禅定 脑筋 怎么讲对方可以接受求三宝加持 能够让大家都很精进 我自己也讲了也要按照这样 如实去做 要心口如意 我在讲的时候也在度地狱道 超度恶鬼道 尽量的帮忙用法的力量 所以要让自己知道 精就是专心 静就是不退转 我们的目的大悲心 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要 要禅定 禅定就保持这个念头 精进就让你这个念头行为不间断 不退转 所以大乘的禅定是什么 来 保持大悲心 对 永不舍弃众生 永远要帮助众生 想尽办法 所以我们一个人在房间 就做烟供 点香 都不能点 只有冷气也观想 冷气风都变烟供了 所有灯都变成菩提心灯 冷气的声音都 噢嘛你别别哄 然后你在那边观想 整栋饭店 整个地球 整个法界 哇 得到了修行 我们为他在看佛经 在念佛经 在思维佛法 那当然各位还要花很多时间 就像你在办一间公司 怎么样赚钱你要去想 怎么样开联络点 经销商 那你要去想 怎么样推广佛法 怎么样帮助众生 这个叫大悲心 好 那什么叫 来 以般若度于痴 虽然我们 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禅禅 都很认真 但是万法都是虚幻的 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了 你认真的 就布施慈戒忍辱 但是你不能执着 有一个我在布施 有一个我在慈戒 有一个我在忍辱 这样你一个 有一个执着 没有证件 那这个布施慈戒忍辱 就会让你下地狱 执着嘛 执着就会让你痛苦 我念佛对你 你干嘛持重 就像很多人吃素 我吃素 看到别人吃蛋 我就骂人家 我说人家不吃肉不错 慢慢慢慢引导吧 但是他认为 我这样你也要买 随缘吧 他吃肉更要我们对他慈悲 微笑 所以我有时候去吃素 隔壁桌吃肉 他们是带我去一般的餐厅 隔壁桌都会勘探我们 你们为什么要吃素 他看我我也微笑 哈啰 那有些人说 吃肉不要理他 我说那是你爸妈呢 你要跟他微笑 他没有罪恶感 慢慢的 你还超度那些肉 也超度他身上的 然后你要跟他结个圆 下回他跟你讲话 你还可以跟他聊天 为什么你要吃素 吃素的好处在哪里 他吃肉也是为了健康 那吃素也可以更健康 又可以 你要保持一条线给他 你不能跟对方对立 你不能跟对方对立 但是又不能执着 所以空性代表 你实际的去布施词界忍入 那当然布施词界忍入精进 那这个叫六度 六度波罗蜜才可以成佛 但是六度波罗蜜 不是布施才叫钱 叫布施 像各位坐在这边 为了众生来听佛法 这样才有功德给回向众生 叫布施 那我们在听佛法办法会 我守戒律 很专心 守戒律 叫慈戒波罗蜜 这个过程 不要再看手表了 还没有要下课 这叫忍入 我也很忍入 不管怎么样 你要忍 要忍入 有时候我们出家人 站都不能动 哎呦 脚痠 腰痠 等他动一下 要忍入 做什么事情都要忍入 所以忍入 在任何时间都要忍入 而不是说有人找我麻烦 来忍入 所以同样一场听课 一场放生 在家里都要布施慈戒忍入 精进禅定 保持专心 慈悲 了解空性 我们达到 杯子双印的波罗智慧 哇 然后呢 一场法会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圆满 在家里送地上经 在家里思维佛法 去放生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 天天焉共 好不好 天天 撒水 撒米 你不要说海盗法师 你们来 我们再来做烟共 你不要吃饭好了 你一年不要吃饭好了 等我来才吃饭 所以 众生随时在苦啊 你要 没有慈悲 就等于没吃饭 了解吗 像人家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我没有出家去慈悲 我等于快自喜死了 生命对我很苦 并不是世间没有荣华富贵 世间荣华富贵 不能让我呼吸的 因为这些荣华富贵 不能让我去利益众生 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我家人说 你也不用赚钱 现在有钱了 然后家里又有钱 丈母娘又太有钱 你就这样一辈子不是很好吗 那我说 那我等于死啊 我等于自杀 因为你慈悲才能呼吸啊 生命没有去慈悲 活着干嘛呢 对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能够让我出家 天天扫厕所 我都高兴了 我天天都抹地板 天天去扫水锅 天天去摸阿波 去屠宰场 没关系啦 通通没有人 蚂蚁一大堆 为他躺啊 为他们念佛啊 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啊 因为慈悲才会让我们活着 慈悲才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想讲了那么多呢 佛都叫我们慈悲 因为慈悲才能够成佛 慈悲的人一定守戒律 慈悲的人一定要悟空性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慈悲 如果还有我执自私 你就没办法圆满慈悲 所以慈悲是 有人天福报 可以解脱 可以成佛的基本 慈悲是佛教的精髓 所以各位 你的名字叫什么 慈悲 慈悲 这样就OK了 以后人家问你的法号 慈悲 我很想叫慈悲法师 但是很丢脸 还做不到 但是我默默地做 默默地做 因为做不到很好 但是佛教需要在家出家 一起慈悲 所以话简回来 我们还半个钟头 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个道场 甚至我们菩提院 今天正式开光 我们希望 于徐基士也好 各位护法 大家秉持慈悲的原则 去祝念 去放生 去关怀 去做任何 这里面 这里面不要有加入金钱的分别 乃至政治的这种分别 也不要有私心 那慈悲不能骂人的 这个人拿书拿得多一点 又没有布施钱 又没有布施钱 你就去屁面 只要他拿佛书是要回去看了 去市场发的 谢谢你 因为我这个人最可怜 因为有些信徒 常来参加佛会供养我 然后他就 算功德主 对不对 然后他经过中心去拿一点书 带 对方就不了解人家是功德主 然后就给他脸色看 他说海盗法师 我去的时候他们给我脸色看 我说 校会要把功德主相片贴在接电话的那边 功德主难招待 拿几本书 不给小费 不供养 就被翻脸 所以各位 既然用慈悲 用菩提 我们不能现实 信徒也要助念 非信徒更要助念 有钱没钱 都要去助念 不是说有钱就念多一点 头七二七三次 动作阿公念 因为有钱 功德主 那没钱 念一次念一次 不要念了 没钱 那各位 要用菩提心 要用慈悲 做法后 做忠心 要完真的 所以大家互相鼓励 好不好 也互相监督一下 这边如果不慈悲 赶快跟我报告 我们战日法师 也是这边的指导法师 要慈悲 用慈悲心做我们的准则 把一个地方虽然不大 但是把这个悲心 悲心没有分种族的 这边多元民族 有印度人 有哪有哪有 有我们马来民族 有我们华人 华人也有福州人 客家人什么人都有 对不对 有钱的没钱的 都是我们慈悲的对象 所以要喂蚂蚁 要喂鸟 要 隔壁有听说 养牛 各位多种一些牛的草 给它们吃 为什么 大杯草 因为你在家里 念过大杯肉了 愿它给它吃 万一它哪一天 被卖掉了 被杀了 超肚了 因为你要喂它 对人要慈悲 这边有素食店 我有跟我们 巨师说 初一十五 大家来捐钱 免费素食 给任何人来吃 不分种族 初一十五 两百份三百份 大家给他们吃 慢慢慢慢 越来越多也好 只要是佛菩萨的圣诞日 你妈妈的生日 父亲的忌日 大家都要做功德 放生也好 点灯也好 只要是利益众生 不要排斥 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都是佛法 都是需要的 南传佛教 你看过五不食 不摸钱 这个出离心好 我们随喜功德 大乘佛教的悲心 我们随喜 大乘佛教 又有藏传佛教 观修菩提心 藏传佛教的主师大德 把整部《怀言经》的重点 写成几个祭诵 整个都写成短短的 短短的仪轨 事实上里面的佛经的精髓 把这个修行成佛的方法 将菩提道次第 太好了 但是你研究藏传的菩提道次第 那你要看更要看大乘的经典 以看经典念佛 加上菩提心持咒的观修 显密言隆 但是修显密言隆 不能够离开南传佛教的出离心 虽然我们晚上有吃饭 很多人会说海盗法师 你晚上有吃吗 有 我们没吃的是我们占颜法师 都不吃的 反正还是很健康 但是 那我晚上有吃 但是 吃我一定要先施食 因为我 我要 如果我不吃 很多人就不好意思吃 但是无论如何 我永远随喜出离心 晚上不吃饿鬼 不会吐火 太慈悲了 一个人持戒 饿鬼到离苦 所以要以出离心做基础 来修悲心菩提心 但是讲出离心 大悲心菩提心 却不去做善事 你一样要做善事 持戒不失 一样要做 只是你动机不得 而不是说我发无上薪水 我不用不食 我发无上薪水 我可以吃肉了 那这样也 不是圆满的佛法 那当然对方 如果做的不圆满 你还是要慈悲 跟他解说 跟他接触 就像以前我 我们舍拉且三四千人 他们偶尔还要吃肉 干嘛 我就说 我们可以供养你 我们护持你 我们也可以学你们的佛法 太好了 但是呢 我们汉人就喜欢吃素 如果你能够配合我们 我们汉人就很喜欢 来学你们的佛法 也很喜欢供养 他们一听 本来就很有道理啊 你不布施爱欲 那你就不能 不能大家一起进步嘛 所以我想我们也要用正面的去影响 对方 所以我利用今天晚上 很短短的把佛法解释了一下 因为下一次见面 什么时候 不知道 无常 不知道谁先死 还是有什么变化 这个不知道 所以 但是各位要把握当下 所以这一本 一心造死法界 贪嗔痴 造成十二因缘 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都是在无常大鬼的控制啊 所以各位要 要让自己 让所有众生都脱离六道轮回 另外还有一本 菩萨行五十元圣经 那为什么 佛菩萨身相这么庄严 声音那么好 走路这么庄严 泥土沙都不会吃掉他 树会跟佛陀弯腰 对不对 那 这是他们 过去造什么因 才有这个过 这里面写的五十条 菩萨的这些 像好庄严 声音等等 更好看咯 好 这里面还有问题 我先回答一下 请问马来西亚 马六甲 哪里可以请到 野奶淹贡甘露香呢 今天 不知道有没有发 要发给各位 我有请求战日法师 赶快找人做 因为我们在台湾 坐在运过来 那 野奶甘露香 那马来西亚 今天有带子里面都有 然后 以后我们马来西亚 想办法做 好不好 大家做 如果你来帮忙 做厂长 做监督推广 然后呢 不要买卖 因为香 不要买卖 因为加持的香 买卖就不好 我们现在是没办法 是跟商家买的 上面还印他们的电话 那我们随缘 以后给大家做 做好 不要买卖 好不好 到处送 我想盖寺庙人家 盖极益都盖得起来了 我们做香跟人家结缘 不用极易的吧 对不对 但是要有因有缘 我每个地方都喊了 到现在找不到厂长 他们简单简单 简单就没人做 简单 没有什么配方 反正烧起来会香 很好闻 人也喜欢闻 众生喜欢闻 就OK了 它是一个慈悲 所以希望大家 那当然现在你很慈悲 上面有电话 你可以跟他们联络 买多一点 请它算便宜 像我跟这个老板买 他算我 怎么算 他算我 他算算我四折半还是我 没有没有没有 算六折 六折钱 比如说我跟他买一百 各位可能是买一百六 这样吧 就是 就是如此吧 但是 一百六也好 一百也好 能够利益这么多众生 划得来了 再来 请问马来西亚银行的账号 因为我们想要护持海涛法师 和道场 我们 战日法师有成立一个 慈悲护身员 它是各位女后菩提院 我想我们中心 大家都符合英国的 所以 这个时候要负责什么事情的 一定是百分之一百 甚至说我私底下要供养 战日法师 也是百分之一百会拿到 那我也希望 神力中心的各个护法 乃至义工 都要遵守佛教 百分之一百的因果原则 放生就是放生 不能拿来造佛像 造佛像就是造佛像 不能拿来付房租 这就是佛法 房租已经有人付持了 大家继续努力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做焉供的你不能拿来造佛像 因为焉供是轨道很痛苦啊 你不能说美妇安息的 反正都是佛教的钱 一起用一用 不行 不行 佛法是百分之一百的 因为人家要放生 他就是要救命 他对放生有信心 那我们就 所以我告诉他 放生的钱赶快用完 救命啊 不要拖 那护身也有功德 吃树也有功德 捐什么钱就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也会要求 忠心呢 什么账都要公布 贴在上面 那你付持的钱 有你的名字 你要用法号代号也可以 但是钱要很清楚 好不好 大家共同监督 共同帮助 让佛教成一个模型 一个模范 并不是我们道场要做大 就是一个模范 第二个模范 第三个模范 第四个模范 大家一起来帮助佛教 然后呢 那后面的人 我到马来西亚 我有发觉 很多老佛教徒呢 对当地的佛教 或是出家人呢 不太满意 好像有这一种 普遍的现象 那是我们的责任 每个人要把它做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千万不要去批评 这个世界都黑暗 那你这一盏光是亮了就好 世界都是坏人 你保持善良就好 留给世界一点机会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批评 公开讲 世众过 自赞毁他 是犯菩萨界的 那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一些不圆满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把圆满展现出来 所以佛陀是黑暗中的一盏光明灯 那如果你有善根 你的灯也会打开来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呢 来做一个好的模范 但是你做好 千万不要骄傲 那你更要慈悲 慢慢影响别人 这是最重要 好 好 我让你来做好 我让你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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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 目前陆续核准 家用COVID-19检验试剂产品 民众可以到药局 药中店等合法通路购买 购买时注意外盒的 防疫专案核准字号 效期 使用前详阅说明书 并洗净双手进行裁剪 裁剪后 将亦使用的裁剪式及试剂 用塑胶袋密封包好 居家隔离或检疫者 裁剪结果如果是阳性 请联系当地卫生局 或拨1922 其他民众裁剪 如果是阳性 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 尽快到社区裁剪院所检测 并携带塑胶袋密封的裁剪器材 给院所人员 裁剪结果如果是阴性 塑胶袋密封的裁剪器材 一般垃圾处理 并遵循防疫规范 持续自我健康管理 是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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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我认为 因为家里不是你一个人的 不要在家里招请是好一点 因为特别我们是在家人 不是对他不慈悲 对不对 你把有一些很痛苦的生病的老人 躺在你身边 你也睡不着 并不是不想帮他 而是这边 如果你要招请很多 最好是寺庙参加法会的时候 他得到的力量大 所以在家里你要招请也不是不对 只是说你做完你的功德 甘露事实 要圆满奉送 对不对 牌位盖起来 这样会好一点 所以 家里至少要招请的是谁 祖先 祖先自己负责的 你对祖先很孝顺 所以我们家里永远拜了祖先牌位 那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很多很多众生 怕我们自己功德力不够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来参加大法会 你就写多一点 写多一点就没问题 像我每次法会 我都写两三个钟头 一直写一直写 所以所有想到的 长庚医院 台大医院 各个老人医院 你就一直写 没关系 因为大法会 但是光一个人 怕力量不够 一个人可以回向 你做完功德 念完心经 回向法界众生 那时候回向可以 你回向很多很多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招请来 怕自己压力太大 因为众生很苦 你招请他一定来的 尽就是根捁 即是根捁 是根捁 你这就是根捁 尽是根捁 是根捁 有根捁 身受根捁 您需要 URL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摩赫萨摩赫萨 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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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赫萨摩赫萨